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工人员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 因疫情无法回国办理换证手续的问题 公安部推出委托国内近亲属代办换证手续的政策 让不少身在海外的侨胞纷纷点赞 一位意大利侨胞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办证经历 他说只需准备好材料就可让亲人代为办证 而且速度快的惊人 9月1日他将资料发给在国内的妈妈 9日就收到办好的身份证了 诸如此类的暖桥政策 各地还有很多 小桥带你一起来了解下 浙江温州近日推出了应用场景 桥新宝 涵盖政策咨询 远程就整 公正预约等多项服务 让桥包享受到了一国同便利的优质体验 有温州级桥包说 以前想办个房产过户 要托国内的亲戚或找朋友 有时候自己来回还要好几个月 现在只需登陆桥新宝 很快就能远程办理好 省了很多的时间和费用 福建 福州也推出了会桥通健康服务平台 实现智能化疾病问诊 桥包提出健康疑问 由AI精准识别 并分配相关的与医疗专家进行解答 在海澜 海外桥包等非持有中国居民身份证人士 可凭护照等进行网上预约诊疗 便捷就医 开通当日 就有来自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拉大、马来西亚等国的侨胞 现场体验了预约诊疗这一服务 此外 广东、云南、天津等地还运用互联网加技术 将身份识别、人证比对、无纸传书等应用于跨境社侨事务的办理中 处理纠纷 无需本人在场 为海外侨胞带来了切实便利 针对不动产登记、户籍证明、换领驾驶证等侨胞日常要办理的业务 不少地区还推出了能免则免、能带则带、能线上则线上的办理方式 为桥驾桥 我们可以预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国内有关部门将越来越多地借助新平台搭建桥梁 为侨胞们提供更个性化、更高效的服务 未来的未侨服务将更趋于网络化和精准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